監督政府的力量 这条新闻不知道在别台看不看得到 我们来看高端疫苗的受试者 惊爆确诊 到底是打了真正的高端确诊 还是他打的是安慰剂之后确诊呢 有媒体人在脸书的粉砖爆料说 一名有万华活动时的民众 他打了两剂疫苗之后呢 5月底还是确诊了 高端透过了中央社回应也证实 的确有参与受试验的人确诊感染 这个人到底他打的是高端疫苗 还是打的是安慰剂 高端呢 明白的说 这要10月解盲才会知道 在这之前只有一到两个人知道 王洪威就质疑 那也同样参与高端实验的 前副总统陈建仁 为什么他7月就可以知道 他打的是安慰剂 打的不是高端疫苗 难道这是特权吗 只因为他的身份是前副总统吗 高端的效力 攸关了全民防疫 资讯应该要公开 应该要透明 高端是否能获得紧急授权进入审查关键期 但高端告诉中央社有一名参与实验的受试者确诊 并且已经通报卫福部 有媒体人爆料 证明在万华的受试则三四月接种两剂高端疫苗后 五月二十一号出现症状 五月二十四号PCR确诊 而五月底解盲讯息得知接种疫苗 但重点是当时他打的是高端疫苗 还是安慰剂 目前还不清楚 高端说依规定十月底十一月初才会真正解盲 不过同样参与高端测试的副总统 陈建仁却已经在七月十四号知道自己的测试结果 陈建仁透露自己接种的是安慰剂 而且是台大医院主动通知 原因是他接种时间已经超过九十天 要十月底十一月初才能够被解盲 那这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为什么 高端疫苗完成抑微补件之后 股价十五号一路上工到涨停 锁死 解盲结果若提前泄露 难道没有内线交易疑律吗 没有道理说陈建仁知道 但是其他的受试者不知道 渐然你们都知道谁是安慰主 谁是那个疫苗组 那为什么不老老实地跟社会道中讲 我觉得高端的中间有太多的 这个水太深了 我觉得金管会 会福部 你们相关的单位 难道不用去查高端吗 致电高端解稿前高端 未回应蔡政府已经确定 跟高端签约购买五百万剂 到底有没有实验者打了高端疫苗 染疫高端到底有多少保护力 不只牵动股市经济 跟攸关全民防疫 综合报道 那么其实有很多事情呢 早一点说清楚 大家就明白了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有爆料 现在高端才要出来讲呢 到底高端疫苗临床实验 有没有专门针对某个人 或者是所谓的特权来解盲呢 好 现在高端终于才给了大家答案 官网发出了一个重大的新闻 补充说明 这个新冠疫苗二期的 临床实验受试者权益 也就是我们帮大家 画了红线的这个地方 里面就提到说 如果说这个受试者 他已经具备有 公费疫苗的接种资格 就可以主动的上实验中心要求紧急的个别解盲 还有说如果愿意参加延伸性的实验 什么叫延伸性的实验呢 其实主要就是打疫苗的部分 也可以进行个别解盲 另外安慰组也可以申请加入延伸实验 补打两剂的高端疫苗 副总统陈建仁脸书上说 他收到高端的通知 就是在这个部分 他说他愿意加入延伸性的实验 那么其实呢 很多事情讲清楚 讲透明 大家就不会乱乱想了 只是很多时候呢 难免还是要媒体人 这边挖一点 然后呢 高端公司才说一点 才会造成大家觉得 资讯不够透明 再来就是问题来了 其实说到底就是疫苗不够嘛 如果说今天疫苗够打 可能就不会有那些问题了 国民党立委洪孟凯就爆料说 我们现阶段呢 疫苗采购的部分 预算是115亿 那么现在呢 进度执行了五六个月 居然暴增37亿 明明我们自己买的疫苗 到货就比较少 那请问 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现在很多疫苗呢 是日本捐的 美国捐的 甚至呢 立陶宛捐的斯洛伐克 也说他们要捐 到底钱花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让一位洪孟凯来告诉大家 这个是在四月底 等于是四月底的时候的 这个疫苗采购 这一笔钱 115亿在这边 当时只有支出29.6亿 29.6亿 在四月底的时候 只有支出29.6亿 但是我们同仁 以及我昨天来看的时候 到六月 三月一样的这个明细 六月的时候一样的项目 疫苗采购 115亿里面支出已经爆增了67亿 换言之过去的两个月 五月六月这两个月 支出的款项从原本的29.6亿 爆增到67亿 中间多出了37.4亿 528 618跟630分别来了 总计80万剂 换言之五六月 我们最急迫需要疫苗 我们自购的疫苗 只有来了120万剂 但是我们却支出了 37.4亿元给 我们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现在卫福部 应该要告诉我们几件事情 第一 疫苗的价格 你迟迟不愿意公开 因为你讲说 这是保密合约 第二 疫苗的交货时程 你也迟迟没有办法告诉国人 因为你说 这个是卖方市场 这个是国际大家都在抢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掌握 那至少你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你付的款项 都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你在五六月的时候 突然间把37.4亿的钱 给付出去 疫苗的部分 除了疫苗的预算使用 黑箱不透明之外 凡事都用说有机密 现在鸿海这个 鸿海跟台积电买多少钱 这个不是都是很公开的吗 这样疫苗采购有何机密可言 BNT都可以进来台湾的 还担心其他的疫苗不能进来吗 所以我觉得不要假机密之灵 行要上下棋手的空间 那到底为什么一般的民众 会打不到疫苗呢 有很多的内幕来告诉大家 高雄呢6月15号开打疫苗呢 到今天呢已经刚好呢 一个月的时间 累计打了56万剂的疫苗 但是在这个数字的背后 有区公所的人员呢 爆料 PO文 抱怨 他说有来支援的工作人员 很多都是局处科长跟股长 他们是借由来当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名义 其实就是想要抢先来打疫苗 基层人员就大抱怨说 他们没日没夜的在加班 假日都要到疫苗站去支援 有人是将近两个月没有休假 虽然市长说有专案加班 没有时数的上限 但是呢还是看得到 休假休不到 加班只能当作为果效命 高雄各大打苗站 去公所人员 忙着引导民众 忙着量体温喷酒机 但这一个多月来 已经被折磨到身心快崩溃 有基层员工上网爆料 来支援的员工根本是虚晃一招 都是局处科长股长支流 挂上第一线工作人员名义 是为了可以提早打疫苗 取公所基层员工已经将近两个月 没有假日 中午也只能在外面挥汗吃便当 还要忍受不同局处长官的各项要求 身心都已经达到忍耐极限 基层人员口气真的很无奈 几乎天天超时加班 中午休息也只能找地方吃饭 或是爬上司令台客难休息 男女劳逸分配不均 还有长官当志工卡位大残忌 打客权硬老子这样子 基本上都会有啦 别的单位 高雄6月15号首日开打疫苗 到现在累积到了约56万剂 这数字背后是基层人员 日操夜夜操的成果 专案加班恐怕也只是看得到 补请休假休不到 这里请王世宇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责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明镜溜 解中 therapy